而同样也在26号定期大会正式开议的新城乡民代表会 今天是由新城乡长和李台进行实证报告 而和李台表示新城乡公所也将会持续的来在观光产业 以至社会福利保险上投入更多的经费 硬体建设也会持续的来推动 新城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6次定期大会 而26号开议第一天则是由乡长和李台进行实证报告 由于疫情趋缓观光产业组件复苏 国民旅游花东地区人数见证 新城乡公所将持续在观光产业 以及社会福利保险上投入更多的经费 硬体建设将会持续推动 启动前江乡民的意外保险 得标的产商是造工产物 造工产物有限公司 那我想各位在我们的工作报告上 110年7月31号至明年的7月31号 那我要向各位代表的实证报告 我们的前江乡民意外保险 毕竟每年都会持续来编决计算 只会增加投稿的金额 不会减少 而且是持续每年都要编决的一个 我们列为1号新年乡的一个法定的一个预算 我们希望各位代表的实证人才能给我们的支持 而且在整个这次意外的一个保险当中 当然我们必须有任何的意外来产生 总共有三位民众 因为必须经过检查官认定事为意外之后 那我们保险公司也在有两件的心理评 另外一件还在办理当中 那在社会救助的部分 社会救助的部分 平时我们对于我们的各项的弱势 关怀 以及三杰的配合我们的幸福的物资的发泛 再来我们也对于乡内的极量的救助也好 各方面需要 把丰富的协助的我们都全力来协助 全力来与警察来帮忙 江南合理代表是就任乡长将迈入第三年 各项公共建设以及入屏专案 经逐步完成 让乡亲在生活上感受到新城乡的蜕变成果 110年公所优质行政团队努力之下 各项市政在财政收入稳健成长下 其与其各位代表们先进共同漫步新城 幸福城市目标一起来迈进 记得请订阅我们想象不到 请订阅我们想象到